西가락贓 好 我们回来开始上课 上一節我們講了怎麼樣做假設 假設我們不是寫死的假設 是一個有一般性的富有彈性的 而且感覺起來你幾乎所有的工具都可以這樣 你送折價券它基本上也是這樣 你送什麼來電送啊什麼滿額送 那depend上你來電送要送的東西是什麼 你送的東西越多然後你這個效果就會越大 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有了這個假設之後原則上 我們只要調整這個MBA 然後原則上 那你說我怎麼知道這MBA是多少呢 我說過通常一般他們在國外比較有規模的公司 他們真的會去做一些實驗 做了實驗之後大致上會知道可以用一些 一樣是用一些數學分析方法 就可以把這些MBA找出來這樣子 OK 我們這個 你們如果去Internet上面找一下也許就可以找到這個 怎麼做這件事情的做法這樣 OK 好 那現在我們的期末報告就破在眉睫了 所以你們現在只能用假設的這樣 好處在於你們可以把這MBA挑來挑去這樣 OK OK 好 好 那再來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做完的假設我們接下來就要做模擬 對不對 模擬說我們如果真的把折家願金的設在20塊 然後給這些人做然後結果會怎麼樣這樣 對吧 那這個邏輯大概是像這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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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基本上是這樣 然後就是說你 你不是有一個B的資料框嗎 對不對 資料框裡面本來就是會有 有 這個 購買機率 這應該是 好像是 在我們這個 在我們這個case裡面它應該是叫PUI 對不對 因為這是B嘛 所以這是B的PUI 對吧 對吧 然後 然後 在我們這個case裡面這邊是B的 那有一些工具它會 有一些行銷工具它會增加購買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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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有些行銷工具是兩樣東西都會增加這樣 對吧 如果這個工具都不會增加這個東西的話 那你做這個行銷工具要幹嘛 對吧 沒有什麼用 對吧 對吧 所以 原則上我們現在簡單起見 我們就先看 先假設的話 它就是會增加行銷的機率 這樣 對不起 回購機率 這樣子 好 那 因為 原來你在這個B的資料夾裡面 那 它本來就已經知道 每一個人的回購機率了 對吧 對吧 所以 那 假如我們做這個工具之後 通常它就是會 會 會 把這個回購機率增加 增加一個數量 對不對 對吧 對吧 所以這個 回購機率假設我們叫P 那小寫的I的話 就代表是 這是一個個人 對不對 每個人的P都不一樣 對吧 是不是這樣 對吧 對吧 在 在 在 28531 每個人這個 原始的回購機率都不一樣 這樣 是嗎 所以 但是我們現在假設說 你給了它這個 折價券之後 它這個 回購機率就會增加 一個 趴數 這樣子 是嗎 然後 所以 呃 給了行銷工具之後呢 它這個 回購機率就會增加上來 它就會 從原來的P 變成Pプ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Pプ 就很簡單嘛 Pプ 就是 其實就是 P Pi加上Delta Pi就是等於Pプ 對吧 對吧 這是生額嘛 然後 所以 呃 所以 原來你還沒有用這個工具之前 然後 它的 呃 預期的這個 這個 營收貢獻就是 回購機率 乘上 預期購買金額 對不對 是嗎 然後 給了這個工具之後 它會變成Pプ 跟Mプ 對吧 然後 這個就是這個 成額這樣 對不對 那至於這個成額是多少 我們剛剛 剛剛用 我們可以用一個 有彈性的假設去假設它 對不對 是嗎 對吧 對吧 所以 基本上你就會知道 那 那 那知道 這個 你把它的這個 P prime M prime 減掉這個 Pm 這個是有了行銷工具之後的 營收 這是 沒有行銷工具的時候 有預期營收 所以預期營收會增加 Delta R 對吧 先把這個 預期營收的增額 把它算出來 把它算出來 無可哀的預期營收金額算出來 然後 接下來 獲利貢獻了 獲利貢獻 當然就是 承上你的利潤率 對不對 那 這個 利潤率的話 你可以用 整個公司的平均的 毛利率 這樣子 對吧 那 你也可以 你要做得精細一點 你可以用 年齡層的平均利潤率 可能不一樣 對不對 你要做得更精細 你可以做那個人 就是 這個人的平均利潤率 是多少 對吧 是嗎 隨便你 要怎麼做都可以 這樣 然後 所以它的預期報償是什麼 這個 Delta X 原則上就是 因為這是它的 預期營收增額 然後這是 利潤率 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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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些人delta X 算起來 他會是付的 這樣 對不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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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蠻難這樣子的,因為以往的話,Coupon就是發在什麼報章雜誌上面 然後你也不知道是誰會撿下來用這樣 對吧,現在不一樣啦,現在你有行動的APP啊 對吧,你有會員的APP啊 對吧,你有會員的email 對吧,所以你可以送給不一樣的人這樣 甚至於不一樣的人,你可以送給他不一樣的金額這樣,都做得到 OK,好,然後 這個預期報廠減掉的成本之後就是禁報廠 對吧,你剛講的禁報廠,就是把成本扣掉 那每一個人的,每一個顧客I的這個預期禁報廠都知道了 那你,你就要把這些人的禁報廠加起來就是總預期禁報廠這樣 對吧,對吧 所以模擬的邏輯就是這樣 有問題嗎 有沒有大家聽不懂的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舉手 沒有齁 所以大家都聽懂了,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們其實就是用程式去寫這個 用程式去寫這個,大家應該都會寫 對吧 就是 當然初學的人可能會寫錯啊什麼的 可是你們現在是一組一組的人嘛 對不對 大家都寫,然後對一下應該就不會寫錯 而且我其實已經 在我的notebook裡面已經給了你們一個範例了這樣子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好,那 首先就是有了這個行銷攻擊的成本效益函數之後 當然這MBA我們要先預先射進去 對不對 射進去之後你就會知道說 我的這個 折交院成本放在 面額放到多少錢的時候呢 機率它會增加到多少這樣 對吧 所以 然後 我們要怎麼樣估計呢 因為這X的話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 橫軸嘛 對不對 一般你可以說這是工具成本 或者說你可以說這是你的行銷強度 這樣 對吧 成本下的越重 強度就越大 效果就會越大 對不對 但它不是線性 它可能是 一個類似X曲線這樣 狀況這樣 好 然後 可是我們要來算這個 每個顧客的這個 預期效益的時候是怎麼樣 因為這個DELTA P 因為這個M 這個M你是知道的對不對 對於每個顧客他的 我說過的他的這個 在B這個資料框裡面 你知道這個顧客大概買多少 平均都會買多少錢這樣 對吧 然後你知道他這個 這個DELTA P 你知道他來購買的 機率會上升多少 所以這兩個東西乘上來 就是他的 預期的 獲利的 對於 預期營收的增額 然後 成上你的這個 margin的話就是 利率 DELTA P 那這就是他的 預期的 獲利貢獻 然後減掉這個工具的成本 對吧 是嗎 就是等於 這個就會等於他 估計出來的這個 疫情的這個 效益 進效益 應該這樣講 對這個顧客 然後給這個工具 然後 他的疫情進效益 應該是 這個公司這樣 對吧 然後為什麼還有這一條呢 因為基本上是這樣 因為 有些人喔 他本來的購買機率就很高 好比這個人這個 購買機率本來就已經是0.95了 這樣 OK 那你這樣加DELTA P上去 DELTA P如果是10% 那0.95一加 他就變成他購買機率會大了1 對不對 是嗎 所以這邊的話 要稍微做一下調整 這樣 對不對 對不對 假如他已經到0.95了 那 這個 意思就是說 這個P降DELTA P如果大於1的話 然後他的機率增額呢 就只會增到1這樣 對吧 是嗎 他是0.95 所以他只會增5% 他如果是0.93 然後這 那就只會增加7%這樣 對吧 所以這邊的話 就不是DELTA P而是變成1-P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然後 後面的算法都一樣 這樣 是這樣 是嗎 然後 當然 在以往的時候 你要一個個顧客去算這些 基本上不可能 這樣 對吧 那你其實用Excel 其實也很難操作 這樣 但是現在在R語言裡面 做這個東西其實還蠻簡單的 你知道 知道這個邏輯 然後寫幾行層次 大概就算出來了 這樣 OK 好嗎 好嗎 看一下這個 數學公式 裡面的P跟M是 預測 對吧 他是這個 他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字這樣 是你用模型預測出來的 每個顧客都不一樣 然後 MBA的話是假設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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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你沒有做行銷實驗嘛 對不對 那 那 就是 所以他是一個假設 那 X的話是 形象的強度 對不對 你有了這個MBA之後 你有了這一條線 可是問題是你 強度要放多少呢 這件事的話是 就是 在這裡他是寫成X這樣 對吧 這是我們可以操作的 對不對 是嗎 對吧 其實你可以用程式去計算 計算看看說 X放到多少的時候 你的這個 總 你可以對多少人做行銷 然後你的這個 預期的 這個 投資的金保場會是 多少這樣 是嗎 好 底下我們就來 算一下 這個是估計 這個是假設 那X的話是一個 策略變數 意思是說 你折價現在放多少錢 就是你可以 透過模擬 然後去 算出來 這樣 OK 好 那 呃 首先當然 我們要知道毛利率是多少 對不對 因為這個毛利率這樣 那margin 他現在是 呃 我們可以去算一下 其實你就可以算一下 就是 呃 假設他是0.17 這樣 OK 那 呃 這個 我們就可以估計每位顧客 他的進獲利 貢獻 對不對 是嗎 對吧 假設我們現在 這個 剛剛的邏輯的話 就變得很簡單 對不對 從事寫起來 沒幾行子 三行可是就寫完 對不對 這個是假設 對吧 假設你要先給他 對吧 MBA 你要給他 假設他的MBA現在是0.225的40 然後 X假設你現在把他設在30 OK 好嗎 然後 然後 這個 dp是什麼 dp就是 這兩件事 這樣 對吧 dp的話是那個delta p的意思 就是說 他的機率增額這樣 啊機率增額有兩種可能 這樣 對吧 機率增額有這一種可能 是不是這樣 對吧 假設他的機率已經很高了 最多就升到1 這樣 那 假設他的機率 比較低一點 那 就是這個delta p 是嗎 對吧 所以 那這個delta p 是怎麼來的 因為 我們剛剛不是做了一個delta p的 function 在這裡嗎 這個 function 定義在這裡 對吧 它事實上就是定義了一個 一個 S曲線 對吧 這裡面的 XMBA 都是可以給的 對吧 那 你現在在做這個模擬的時候 你把XMBA設成這樣 對吧 所以他delta p算出來就是這樣 是嗎 對吧 然後 他的真正的機率增額就是 這兩個裡面比較小的那個 對吧 對吧 其實 這個程式就是 這一整段數學式子 寫在R語言裡面就是 其實就是呼叫一個 p minimum的算數而已 對吧 會寫程式的話 你寫起來 其實 很長很複雜的一個數學式子 寫起來也不會太分擔 然後 你要看看這個 預期的 進爆場 那你就要把這個delta p乘上 因為這是 預期的機率增額 對吧 那這是 預期的 營收 貢獻對吧 然後 這是你的毛利率 是嗎 算出來之後減掉你的 成本 是嗎 基本上就會得到這個er 這樣 right 這樣 你看喔 我們真的可以在這裡算 剛剛這裡已經算過是不是 所以這裡可以算出來 然後 我們現在 假設毛利率 然後 我們剛剛說的是這個chunk 對不對 嗯 看到了嗎 你現在這個er 算出來 喔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向量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 向量是2 8 5 3 1 看到嗎 對不對 每一個顧客 假設你現在有一支 行銷工具 它的 參數 就是MBA 是這樣 那你把 行銷強度剩下 大概30 這樣 OK 然後 你對所有的這些顧客做的時候 每一個顧客的 預期進 爆場 就會被 算出來 是嗎 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預期進爆場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這個B裡面 然後 讓它變成一個B的欄位也可以 這樣 那我們現在沒有這樣做 那 我們直接就把這個EA拿來畫了一個 脂肪圖 對不對 你看這個脂肪圖 所有的人都會得到正德 進爆場嗎 有嗎 沒有 對不對 是嗎 事實上 意思是說 如果你 你這支行銷工具 它的 特徵是這樣 對吧 你把強度設在30 那你對所有的人做 事實上大多數的人 你都會虧本 這樣 對吧 只有 某一部分的人 你會 得到正德進爆場 是不是這樣 對吧 那當然 非常 非常直覺的 你就會知道說 你如果是一個行銷者 你就 你如果可以選擇 你就不會對他們發這個 Coupon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只會對這一部分做 Coupon 這樣 是嗎 你會知道這邊有多少人 是不是這樣 這是職方圖 所以只是人數 對不對 是嗎 所以這些人你就不做了 你就做這些人 這樣 對吧 這些人都做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你會做多少人 然後 做這些人之後 你的總 預期進爆場 是多少 這樣 是不是這樣 對吧 對吧 所以 給定了假設 然後 設定了你的策略參數 對吧 配合上我們原來放在B裡面的這個預測 是嗎 你就可以做出 例如 我這支行銷工具對 每一個顧客做的時候 它的預期進爆場 這樣看到了嗎 這個邏輯 講到這邊都一直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是什麼事情 我們把 假設做起來了 對不對 那我們做的市場模擬 那原理上 我們就已經可以估計出來 給定這個 這個 行銷工具的特徵 然後 你的這個 每一位顧客它的 成本效率會是怎麼樣 Right 對吧 對吧 所以 原理上 一個簡單的工具的邏輯 當然就是 像 像是這樣 對吧 然後 嗯 我說過的它的邏輯 基本上就是 這樣的邏輯 這樣 對吧 然後 只是這個dlpdlm 可能都是 S曲線的樣子 這樣 對吧 然後 呃 原上 呃 你有這個假設 你就可以做出 這個 呃 預計精小異 這樣 好嗎 好 那我們繼續 再繼續再往下看 我們可以再做一些什麼東西 讓這個程式 變得更好 這樣 這其實 底下有一些練習 然後 然後 我 我其實已經把答案寫在這裡了 這樣 對吧 大家去想一想 如果說你要知道有多少服科的勁爆場大一零 那你要怎麼做 對吧 你 因為er要大一零嘛 對不對 是嗎 er大一零 那 呃 er是什麼 它其實 er大一零的話 是一個 true force true force 它是一個邏輯 函數 對不對 那我們說 你要算這個 有多少是true 也有三 這樣 對吧 是嗎 然後 那 假如我們對所有的故事都做出銷 這樣 那我們的預計精爆場是什麼 你看你會 虧兩 虧二十幾萬 這樣 對吧 你把這個er加起來的話 就會虧二十幾萬 那 假如我們 只針對 報場大一零的顧客做促銷 你要怎麼樣 你其實是在1r裡面 加上一個1r大一零 那 這樣子算出來的 其實就是 這些人 對不對 對吧 是嗎 你先用 我說 中括號在r裡面的話 它就是 所以的意思 那你要在一個項量裡面 把大於一零的那個部分都找出來 你就 直接 寫一個 對吧 直接寫一個這個 這個 邏輯運算 對吧 做比較 對吧 大於一零都剪出來 大於一零都剪出來之後 這個 這裡 這個項量就會變短 對不對 是嗎 然後 而且這裡面每個東西都是正的 然後就把它夾起來 所以 你只 針對 大於零的 做促銷 結果就是這樣 來 然後 如果 如果我們只針對這個 報廠大為死的顧客做促銷 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零嗎 這邊是五 這是十 對不對 假如我只要對 獲利最大的 做促銷 對吧 然後 你這邊就改成大為死 對吧 是嗎 然後 然後 那 假設你說我只要對於 報廠大為死的難感 顧客做促銷 然後 引起報廠是多少 是 什麼多錢 好嗎 好 我們現在來 測試一下好不好 大家算 然後 算出來的就舉手 這樣 可是我們今天好像 我們今天有獎品嗎 有嗎 好 你算出來就舉手 然後 所以我們現在 在我們的這個 等下我不太記得 他的 他的這件code 到底有多少 看一下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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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個 所有的顧客 做促銷 那 你的 這個 預期報廠是多少 我對 Z 做完就舉手 好不好 對 Z221的 這個 7672的人 全部都做促銷 好 那你的 禁預期報廠會是多少 好 多少呢 講 講大聲一點 虧損50675 0 675 OK 78 蛤 對不起 50675 75 78 506 75 78 OK 講整數就好了 這樣 好 所以我們怎麼算呢 我們是 其實我們用這次的層次來改就可以了 對吧 對吧 嗯 因為我們現在是要對 因為你只要對 B 這樣 對吧 是嗎 所以是什麼 它是負的50676 這樣 對吧 好 那 那我們再出一題好不好 再給 其他 一個同學 一個機會 這樣 好不好 然後 假如我現在要對 這個 Z110 喔 110 裡面 然後 這個 呃 我 預期報廠大為一廳的 顧客 做促銷 這樣 我不是所有的人都做 我只對 預期報廠的做 這樣 好 所以答案是多少 對 對不起 我都聽不到 13233 對 你們講做得到的吧 你們講得到的大家都聽得到 13233 對不對 做法是什麼 這裡 這裡 這裡是 對吧 然後 另外的話 是 1 R要 大於0 是不是這樣 13233 對不對 是嗎 對吧 好 所以 所以 給定了 你做的假設 然後做的預測 然後 決定了你的行銷強度 那 基本上你就可以算出這些東西來 而且 這個基本上就是在 在 在考驗你們 對於R的熟悉程度 對不對 做到這裡 當然 我知道說 因為一開始你們有些人是不會寫R的 那 有些人用R 已經有段時間 那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說 用R 其實 它不會 它不會像用Python這樣子 就是 你會需要用很多很多不一樣的 function 你那 function 用來用去 就那幾個 function sum min allapply sapply 什麼 gplot 什麼 dplayers 這樣 對吧 對吧 所以為什麼 用R來講 因為我覺得 終究我們 氣管系的同學嘛 就是 寫程式的能力是弱一點的 這樣子 用這個簡單的方法就好了 這樣 對吧 好 那這段有沒有問題呢 到現在為止 沒有問題我們繼續往下講 好 好 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我們繼續往下講 然後 然後 我們剛剛講過的就是 給了MBA跟X 然後就 我們其實就可以算出來這樣子 然後 我們其實還可以做一件事這樣 就是說 我們可以讓這個X 因為剛剛那X你寫定的就30塊 對不對 是嗎 那你怎麼知道30塊是最好 搞不好20塊比較好 搞不好25塊比較好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搞不好對不一樣的年齡族群 你應該要給不一樣的錢這樣 是嗎 對吧 所以 這些東西在R裡面 它就可以 做得很精緻 這樣 OK 對不對 我們可以寫一個 寫一個簡單的程式 然後 讓它 把它算出來這樣子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段程式在幹嘛 到這邊看好了 這樣比較簡單 你看 你看 我現在呢 是要做市場模擬 然後 MBA一樣 我們是給定的 可是 這個X呢 我們會 給它設定一個範圍這樣 OK 那通常的話是這樣 因為 這個B是 因為這個X在變動的範圍 基本上 是從B 然後 這邊是1分之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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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所以在X 這個 比較set 這個會變動的範圍之內 那來 來顧及這個工具的效果 這樣 對吧 所以假設我現在MBA是 0.2 25跟40 對吧 對吧 那 所以我要從10到45之間 然後每隔1呢 然後我就做一次模擬這樣 OK 看到了嗎 我現在這個X寫成大X 然後跟這裡不一樣 這邊的X 只是一個單值 但我現在寫成 一個Sequence 對吧 是嗎 意思是說我要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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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0到45塊 然後我都要算一次這樣 對不對 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我們做一個資料框 是嗎 是嗎 你看這個資料框 因為我們叫重複運算 對不對 重複運算裡面的話 我把這個X 大X就是 這個向量 對吧 所以 這方式裡面放小X 意思是說 這每個大X裡面的小X都會算一次 對吧 算一次的時候 他算一次的話 他就會把 X是多少 然後這個 E-Return是多少 對吧 E-Return的意思是 OK 他這個E-Return 他其實是 對所有的人都做 這樣 的時候的 預期間保障 OK 好嗎 因為他現在 EP跟ER是跟算法分上面都一樣 對吧 這個做法就是對所有人都做 對不對 是嗎 然後我們可以算出來 大N是什麼 在這個X的時候 它爆場到10的人數 是不是 然後 E-Return2呢 是什麼 如果我只對這個 勁爆場到10的人數 對吧 我只對N這些人數 對吧 那我的預期勁爆場 是多少 是嗎 所以對於每一個 小X 你都會算出來 他 對所有人做的時候 預期勁爆場 然後 有多少人的 預期勁爆場 是大於0的 那我如果 只對這些 大於0的人做的時候 我的 總預期勁爆場 是多少 這樣 是嗎 對吧 那因為你現在是X的PLA 所以 這裡面每個X他都會做一次 做出來之後 這個DEF 就會是一個資料框 這樣 是嗎 所以 我們可以來試一下 我說過 在R裡面 很方便 你就把它選起來 然後按Ctrl Return 你看DF就算出來了 對不對 是嗎 DF你看 它是一個 36的 長度是36的 資料框 是嗎 這個資料框裡面 這個是X 是嗎 這個是 假設我面額射成10塊錢的時候 對所有人做我會虧這麼多 對吧 原則上 射成10塊錢 沒有人的 進爆場 是真的 是這樣 是嗎 然後 可是你看 漸漸漸漸漸的 到我設到10幾塊 20塊的時候 你看他這個 有震爆場的人的人數就會變多了 對不對 是嗎 對吧 然後你對這個 你對所有的人做的 原來還是虧本的 對吧 但是你對選擇性的做的時候 然後你這個 進爆場就會變正 是這樣 是嗎 然後我們要做什麼事 接下來我們用一個 呃 呃 折價捲面額 對不對 是嗎 這是你可以決定的 對吧 對吧 所以 你可以看到說 呃 你看 這是對所有的人做 對所有的人做的話 你不管X人多少 他的進爆場都是負的這樣 對吧 所以 這個工具不能對所有的人做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能夠選擇性的去做 你就可以看到說 當你大概做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對不對 齁 就是 大概X在35塊上下的時候 然後你可以到一個最大的 呃 呃 呃 預期進爆場 大概在 8萬塊左右 看到了嗎 對不對 是嗎 齁 所以 呃 其實這個 呃 我 沒有空去 呃 細講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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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基本上是這樣 因為 它原來是一個資料框嘛 對不對 是嗎 但是這邊我要畫成三張圖啊 不是嗎 對吧 是嗎 所以我要先把它 這個 切開來 這樣子 是嗎 齁 然後切開來之後呢 我再用這個Key去 把它畫成三張圖這樣子 這樣子 基本上是這個 做法這樣 齁 你可以看到說 我做完這個Gate的時候 會變成怎麼樣 看到嗎 看到嗎 它現在這個Key的話 一開始是E-Return 然後 後面的話就會開始變成Add 就是要畫這個 這個圖的時候 這樣 對不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 呃 呃 因為我們是 用這個 Ret 意思就是說 我要畫三張圖 然後 每一個Key 我會要畫一張圖 這樣 對吧 然後就畫出來了 然後 這個的話 只是去畫一個 0 就是我們的基本 畫一條基準線而已 這樣 對吧 好 所以這樣的話你看 我 我 給定了MBA之後呢 我就可以 調整X 對吧 然後 知道說X在哪裡的時候 可以對多少人做 是嗎 對吧 然後 對這人做的時候 可以知道多少錢 這樣 是嗎 那我沒辦法畫出來 這樣 是嗎 齁 你就很容易可以看出來說 我如果真的有一樣工具 它是 這樣的 特徵 那 X應該是在哪裡 大概應該要發多少人 然後 呃 預期的 成本效益會是多少 這 就是我們這個禮拜要交個 所謂的假設模擬 回憶一下 回憶一下 回憶一下我們 是怎麼做這件事 對不對 首先是 首先是 每一位顧客的 這個 機率跟 啊 營收貢獻 都已經被預測出來了 這樣 接下來你要做假設 我們現在做假設 不是寫實的假設 而是用 因為我們知道 基本上 大多數的行銷工具都是 它的強度跟它的效果 大概都是X曲線 這樣 所以我們又做一個 代參數的假設 這樣 對吧 所以 給電你知道這個參數 然後 呃 決定了行銷 強度之後 我們就會知道說 對誰做 會是正的 勁爆場 對誰做會是福的 勁爆場 然後 我們就可以選定 要做多少的人 最後的勁爆場 會做什麼 這樣聽懂嗎 OK 好 然後 還不只這樣 在R裡面 你還可以做更精緻更精緻的這個 模擬跟分析一下 好不好 那我先帶大家稍微看一下 然後下一節 我們再繼續想想 剛才是只有一個行銷工具 對不對 是嗎 對吧 現在假設你有好幾個行銷工具 你知道嗎 假設你有一二三四 有四個行銷工具 對吧 然後 他們的MBA都不一樣 好 好 MM裡面 這個 MMBBA裡面分別就是 第一個行銷工具 第二個行銷工具 第三個行銷工具 第四個行銷工具 他們的MBA 這樣 因為行銷工具不一樣 那 他們MBA就不太相同 對不對 好 然後 這是我們要模擬的 行銷強度的範圍 是嗎 好 然後用一個 大致上 大致上 這段我們就不細講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就可以把他們的MBA曲線都畫出來 你可以看到這四個行銷工具 一般來說 行銷工具 英文我們叫 Marketing Instruments 你看 Instrument 這樣 所以我這邊寫 INST 四個行銷工具 他們的MBA是長這樣 然後 你就可以模擬出來他們的 看到了嗎 這四個行銷工具 他 如果對所有人做 你就看到這四個行銷工具 其實 對所有人做其實都不行 對吧 都在0下 可是你如果可以選擇性的做 對吧 所以你會看到說 人數都不一樣 對吧 所以 藍色的工具的話 藍色跟綠色這兩個行銷工具 感覺起來是比較 好的行銷工具 對 藍色這個工具 他做的人數可以比較多 他 呃 在 最佳的情況之下 大概做到 一萬一千兩百個人 對吧 然後 他最大的獲利 可以得到 因為這是K對不對 可以做到 十萬五千這樣子 對吧 然後 那 那 綠色這個工具呢 他 呃 其實做的人數比較少 他 只做了 八千九百多個人這樣 但他的獲利確實比較高的 就是他 呃 獲利可以到十四萬這樣 對吧 那相對而言就是說 你要 你要做這個 呃 意思是說 寫層次的好處就是這樣 你一旦會寫 你一旦會寫 一個工具 那 同樣這個層次 你要稍微改一下 呃 他就可以變成 呃 對吧 很多工具一起模擬 那你就可以比較 買工具比較好 這樣 是嗎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齁 那 透過這個過程 我們就做到了什麼 我們就可以做到 怎麼樣 設計行銷工具 所謂的設計行銷工具 就是說 你的X 給你已經知道MBA之後 X要設定多少才是對 對不對 是嗎 齁 設計行銷工具 第二 選擇工具對象 對吧 這個工具要對誰做 才有有正成本的經銷效益呢 你這是可以 知道的 對不對 好 用一壓大的語音 就測試出來了 來 然後再來的話 你如果對這些 有正成本的經銷效益的人 去做行銷的話 那 你的總 獲利 會是多少 這樣 是嗎 所以這樣 透過這樣的假設模擬 流程 欸 我們就把這三件事 做出來了 這樣 OK 現在是10點 11點 01分 我們休息10分鐘 好不好 11點10分我們再回來 那 我會教各位 這個 看起來好像做完了 對不對 其實你還可以做得更好 那 我 下一節再教大家 怎麼樣把它做得更好 更精緻這樣 好不好 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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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